表达立场之外 厘清真相才是能站稳脚步 向对方要人的关键 三连讯的黄宝东宣伙好 台北报道 好那么另外就要带您看到了 这个是日前在台湾的政坛 大家热烈讨论的两岸的和平协议 这一回呢是在美国的夏威夷 从国民党荣誉主席 也是这一回代表国家参加APAC的代表连战口中 我们又再度听到 这是众所瞩目的连胡会 在台湾时间 今天美国夏威夷的台湘山正式登场 除了九二共识 连战也首度向中共的总书记胡锦涛 谈到了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是我国的长城目标 连战说这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 也希望未来双方能够在适当的时机 开始交换意见 与台湾代表团一一握手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会面 连胡会登场很有默契都打了蓝领带 一开口胡锦涛再把九二共识定义 这样一遍 反对台湾正宗九二共识定义 以维护两岸关系合同法家的两个事 尽管两岸执政当局 在一个中国的含义上面 人有所不同 但是在我们遵守 一中宪法和振兴民族的努力上面 从来没有动摇过 对九二共识 连胡各自表述 但就是两岸基础 这可没意义 连战也首度开口 向胡锦涛提及 骂总统主张的和平协议 两人见面55分钟 不断向中国释出善意 连主席似乎也在帮马总统 替明年大选打好关系 三立新闻 曾玉林徐晖英 美国夏威夷采访报道 好 两岸和平协议 那么这回连战口中 又再度的提出来了 那么日前呢 大家认真讨论的时候 马总统曾经拍胸脯保证 两岸和平协议 绝对会在国家有需要 国会监督 以及民意支持的前提下 才来跟对岸商谈 不过呢 在今天的连胡会 我们却听到了连战 跟胡锦涛说 找个适当的时机点 可以开始交换意见 此话一出 立刻民进党反应激烈 联手炮轰 马英九跟连战 欺骗台湾人民 第四次连胡会登场 国民党农业主席连战 以马总统特使身份 和中国总书记胡锦涛 进行对谈 连战说 有关和平协议 我们希望未来 有适当时间就这个问题 开始交换意见 隔海主动抛出和平协议 但马总统不是说 有前提吗 假使我们讲了三项前提 国家需要民意支持 跟国会监督 有一项不费 我们也不会签 这代表了我们一个坚定 但是适当开提 马总统说 两岸和平协议 没有时间表 但连战却率先畅谈 究竟是马连两人 各抛各的风向球 还是由马总统亲自授权 民进党质疑 马政府的两岸政策 难道说一套做一套 马英九有授权的话 那马英九你就是欺骗人民 因为你所谓的什么 十大保证 要有人民同意 要有国会监督 这么多讲那么一大堆 全部都是谎话 都是在骗大家 马连联合起来 来骗台湾民众 今天连战跟胡锦涛 在给密室里面谈 他们所谓的和平协议 基本上是让外界 根本是无法接受 定要在国会监督 国家确实需要 跟国内民意高度支持 这三个条件底下 才会来思考未来 是否推动洽切 这个立场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变 马总统曾经派胸脯保证 不会贸然启动谈判 但连主席的一番话 又为两岸关系投下变数 三连新闻 完全白桥英 台北三不倒 继续要带你关心 这几天来大家都关心 他们